《啵梨晚步》 《啵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啵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來到第三節, 立即進入酒 就是酒佬 酒不是酒佬去英國 溫寧 酒佬去其道 就是喝酒的酒 首先酒佬, 你有開一個關於酒的頻道 是的 這是什麼時候? 其實最早是19年 當時我開Facebook 大家知道在19年通常大家都有些東西 那時心情就要開始寫酒筆記去抒發 抒發一下, 寫一下就OK 但開始寫了兩年, 兩三年 不記得了 然後開始發覺好像有一個平台企 還有香港人對酒呢 他們不是欣賞味道的 我相信他們是比較著重於品牌, 打卡 後來, 最後我就 嘗試玩一下Youtube 想要做一下 搞一個Youtube 純粹興趣 非商業化 是的 因為本身我是自學的 純自學 沒有讀任何什麼酒課程 實戰派喝回來 所以學術性上面的東西 我不會多交代 在那個頻道 都是講酒和食物 因為我覺得酒 只喝就很悶 是 就算去到那些五大 那些DRC 就是幾十萬人的酒 其實最終在西餐路 都是要來配食物 不是單單就這樣喝 但是香港人就很奇怪 就只喝 嗯 如果你只喝 其實你都會覺得悶 嗯 還有, 當你試過一晚喝很多酒 是 沒有食物 基本上第五杯 已經是 那個味覺已經搞不定 這個就是各個原因 你們都想 寫一文章 開一下Channel 就是講一下 是的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研究的 研究 我想大概1718年 去法國 玩的去旅行 去法國 之前 開始那個時候 可能就是上班 轉了做一些 就是中層管理一些 多些時間 開始試一下 看書 咦, 原來看書 都可以的 哈哈 就是看書 是他告訴你 嗯 最終當然是實戰 你要喝 還有, 反過來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認識了很多人 的結論就是 看書 原來的得著很大 因為很多時候寫書出來的 那些人 都是一些前輩級 可能喝了很多年 又或者是一些 Master of Why 就是那些 最高級別的 酒認 就是你當作酒界的Master 嗯 是的 他們出來的結論 其實就是 你不要太著重 品牌 很多東西 味覺 味道是最重要 但味道 人人都不同 對 對 所以更加不應該去跟著 分數 制度 其實大家很不理解 一件事 所謂的酒瓶人 明明是用一個 好 好 主觀的東西 去做一件好客觀的事 是不是很矛盾 但是有 酒剛好喝 可能跟價錢 都會有直接的關係 我記得 不知道有什麼 直播做了 整宗的酒瓶家 就被人綁著眼睛 然後試 不同的酒 然後喝 好了 然後喝 後來整宅結論就是 最便宜的那一宗 就最多他們責 是的 其實 其實酒 可以很簡單 亦都可以很複雜 經過我很多年的實戰飲 之後 發覺他們大部分 可能一千多二千元 或者叫做 不應該用錢 每一個裝自己旗艦 最好的一瓶酒 他們最終都是 走去一個叫做 Fy的位 是 那何謂Fy呢 其實在分數上面 就是 很簡單一個制度 你沒有犯錯就滿分 嗯 沒有犯錯就滿分 Fy其實就是剔除了 所有不好的東西 嗯 那最後原來 很多很多很多酒是一樣的 就是高的位 反而就 可以好 做工是一樣的 但是 那個character 沒有 就是跟你 那些所謂的尖指一樣 嗯 制度上 學識上 是不代表你是 就是那些叫高分低能 是的 你的類型 就是會不會是 其實我好時都有看 不同的題子 就是 提令它出來的 哦 絕對是 不同的題子 它有不同的個性 嗯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喝多一點 不要去追 追某一些有價值的酒 嗯 如果你是一個玩酒的人 我經常都問我 我是玩酒的 但是其實我經常都概括 如果他們經常問我 我經常直接回答 我是一個美國的追求者 就是喜歡味道 你吃東西都是味道 是的 喝東西都是味道 那你譬如你會 煮食 你都會去研究味道 那其實味道 最終不是人告訴你 就剛才你說的問題 嗯 你是和自己的溝通 嗯 最重要是和自己 咸甜酸苦辣 每個人那條尺 那把 全部都是不同的 那有沒有說 我們就是 喝酒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呢 注意些什麼 Enjoy 那有沒有說 那一隻杯又要怎樣拿 要這樣好像那些人 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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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多些圈 就這樣走 即輪度人之高一點 還是低一點 那需要這些嗎 這些如果學術上 他會教你去怎樣辨別之酒 但是我們 譬如你說看顏色 嗯 很早我們已經發覺沒有用 每間餐廳的燈都不同 嗯 真的沒有意思 那又是和一條女 在南桂坊的夜場 不要穿燈 還有去到這個 就是去茶餐廳 是的 亮燈的時候 是的 都可以給他評分 可以差很遠的 是的 那其實應該說這樣說 在現今 酒 即是做酒上面 其實 或者 現在很多人都可以讀過課程 就是我身邊就是認識一個 我看著他由不喝酒 嗯 到讀 Passima 這個 Level 2 嗯 Oh sorry Level 3 8個月而已 嗯 又不喝酒 而且他是 比較沽寒的喝酒 嗯 真的很沽寒的喝酒 即是你不會說 好像我們那樣 有沒有毒啊 就不停去試 他就簡單些 就是他為張術 是的 那他真的成功了 學法真的厲害 那現在我們面前 你帶了一瓶酒來 是的 其實我應該 首先為什麼你會選這瓶酒呢 這瓶酒打開之後 可以很多東西去講 香港人對酒的看法 是的 是的 先喝一下吧 不如都是那句 好像很行的節目 但是這個不行的 我不用什麼 我不用 通常反過來 你應該喝酒 要 會聞了先好一點 聞了先 因為以前的世界 沒有好的酒杯 就喝多一點 所以播刀的那些 那麼吃 嗯 那你聞了 那自己領會到什麼 因為我不想帶動你聞到什麼 那你可以自己解釋一下 對於香氣散發上是有幫助的 我聞到那個毒 應該會挺甜的 實際呢 你實際又不是 很濕的 那好像 淡得來 但是進去 那時候也說 乾燥它之外 又不是說很大的餘韻 難以形容 飄飄的 來到這個位 那些酒來到這個位 又是有點舒服 嗯 會不會覺得 第一下感覺 好像 你說真的好像 水一點 沒有什麼 好像不是說 很淡 淡得來 淡得來 不是有些淡而無味 但是它淡而 你不會 是反感的 嗯嗯嗯 這個正正就是 其實這瓶酒呢 在很多次 Bright tasting的時候 呢 被人都是 鼓了Bergandy 就是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實 現在葡萄酒 比較貴 都是說 法國最好的 最貴的酒 大部分 都不是波爾多 波爾多 是不關事的 嗯 其實就是說Bergandy Bergandy 一直這樣升 一直這樣升 也都回不了頭 那這一瓶呢 那拿得就 當然不是Bergandy 但是多次地 在 我們玩酒 裡面很多次都被人誤會 包括我朋友現在 就是 又再加入Level 4 Depoma 嗯 那他呢都拿了 很多次去被人 都是 就是很高學歷啊 那些全部都認錯了 嗯 那為什麼要說這幾樣東西 有時我們經常都說 喝酒 用口喝 不是用眼睛看 看 看呢 你的藥物會改變 嗯 就是我經常都問 酒課程 很多人讀了 或者看了 哇這瓶酒是代表怎樣怎樣怎樣 歷史怎樣怎樣 但是不關事的 你去吃一間餐廳 理應上 是不是吃了好不好吃 你才會問的 是呀 哇這間餐廳什麼 不是 這間餐廳三千年歷史 又開花又有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才來試 是否調轉了呢 或者是這間餐廳這麼出名 一定好吃的 就是等於狗技牛腦 這麼出名 怎會難吃 就是不好吃了 是啊是啊 有很多人都會是 不是酒呢 特別呢 很多人迷上了 被他帶動 你需要讀了你才懂啊 你需要知道他的酒莊啊 歷史啊 其實我見過很多人寫一大篇 嗯 其實說味道 或者形容你 好不好喝呢 嗯 摸起來可能只有二十個字 大概寫了百幾個字 很多個字 去 去講些無謂的東西啊 講個 就是土壤啊 葡萄 天氣那年發生什麼事 其實跟我們 不關我什麼事 嗯 你做到一碗超仔麵出來 給我好吃就行了 嗯 我不管你背後怎麼做 除非有地溝油 嗯 那個情況就是一樣 是 所以就想去 嗯 搞來呢 其實是為自己興趣的 嗯 想看看有沒有人 可以 看到 可以 可能 因為其實呢 搞有的原因就是 我本身呢 我們是不停去找地方吃東西 嗯 因理成變而已 我不用所謂那些自費 嗯 即我是不是都自費 我是不是都怕 嗯 我不需要去交代 還有 即什麼都不用管 嗯 那我可以 那些人當 哦你想看我形容之酒 說少少東西 說酒和食物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看 你想看一看餐廳 你當是一個 具體的嗎 也可以 嗯 所以其實就不是說 你可以說比較另類 因為做 很多時候呢 網上面 有的那些文章啊 還有 即是那些YouTube 都是講得很學術性 嗯 我解釋給你聽 其實今時今日 很多時候上網都相傳 其實那些是一些包裝嗎 當然 那些酒的人都會看得到包裝 漂亮不漂亮 是啊 這些都是一些包裝 透過一些人的文筆 包裝出來 哇 這個 就是果原的酒啊 嗯 或者這個產地的酒 其實是金店的 會不會都是整個市場的 我絕對是 講來講來都是錢的 農民造葡萄出來 讓酒最終都是想賣錢 但是就 很大原因給中間的中介人 即是日本的中介人 嗯 十四代出來的酒很便宜 嗯 到現在賣出來 賣出去那一刻很便宜 到你手就很貴了 嗯 都有人問過十四代 你搞成這樣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的 會不會有一些呢 就是 例如有些年份 天氣又不切過預期 又差一點 所以 出到來 可能那一年生產的 又差一點 都特地找些人 幫你轉動一下 嗯 這個反而不會 反而如果你是舊世界的酒 反而是著重不同的 即是 即是 每年 舊世界的得意就是 譬如 法國 波刀 講大家最熟悉的波刀 2013是一個很水的年 水哩哩的那些酒 全部都 好年 即是每一年的分別 是會很大 上上落落很大 嗯 但是這個 正正是葡萄酒 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它的不確定性 嗯 嗯 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叫TCA 即是叫木塞感染 嗯 這支就是 School Cap 即是扭蓋 那麼它可以 杜絕了木塞感染 那個Cord 其實會有一些 紙皮 未令到酒有事 嗯 那麼 我以前 即是資歷未夠 我就經常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 都不是很嚴重 後來我發覺 這兩年 我們TCA的數量 是我想 在我身上都有三四十支 嗯 正如以前就說 那些酒莊 那些酒莊 那些酒莊很討厭 那些木塞 那就是 我們喝的 喝不同的酒莊 我不是狂工一個酒莊 都成三四十支 那麼你想想 賣出來的 是有多少 是 不如這樣 我有一些問題 也想問你 下一節讓你回答 比如說 酒和不同食物 有沒有說要配搭 海鮮就要白酒 紅肉就紅酒 是不是呢 譬如你跟緊運 退飲過酒 有些說自己會千杯不醉 譬如喝酒 你都看到一些不同人 甚至選酒 都看到性格的 絕對是 這些我們下一節 就繼續 他問你 好